各位财务管理的小伙伴大家好 今天来学习第四章筹资管理 筹资管理分为五个内容 这一节相对来说内容比较枯燥 因为它主要涉及的是文字性的内容 来看第一节筹资管理概述 筹资管理概述有五个概述 而我们需要掌握的是筹资方式和筹资分类 第二节债务筹资 债务筹资三种常见的债务筹资 第一个银行借款 第二个发行公司债券 第三个融资租资 这三种债务筹资方式 考评比较高的是银行借款和融资租资 第三节股权筹资 股权筹资 它的筹资方式一般常见的是 吸收直接投资 发行普通股票 以及留存收益进行筹资 而这三种不同的筹资方式 大家也必须要掌握 同时也要掌握它的优缺点 第四节衍生工具筹资 衍生工具分为三个 第一个可转换债券 第二个认股权证 第三个优先股 以及最后一节 第五节筹资实务创新 筹资实务创新 可以从这一个上面看到 其实这个第五节是新增加的那种 所以最近呢也没有考过 那我们其实可以放弃它 看一下 一节筹资管理概述 集筹资 制止企业外为了满足经营活动 投资活动 资本结构管理和其他需要 利用一定的筹资方式 通过一定的筹资渠道 获取和筹措 所需资金的一种财务行为 而这里的筹资 大家要知道的是 一个企业的活动 分成了三种活动 第一个是筹资活动 第二个是经营活动 第三个是投资活动 所以筹资活动实际上是为 经营活动 投资活动 做准备的 来看一下筹资活动 它涉及的是资产负债表 右方的项目 资产负债表右方项目 一个是负债 一个是所有的权益 负债和所有的权益 构成了资金的来源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 第四 看一下企业筹资的动机 这筹资有五种动机 先看第一种 创民性筹资动机 企业在创建初心设立的时候 为了取得资本金 并形成开展企业经营活动的基本条件 而产生的筹资动机 第二种支付性筹资动机 为了满足企业经营业务活动的正常波动 所形成的支付需要 而产生的筹资动机 在这个支付性筹资动机里面 一定要看到的是 超出维持正常经营活动资金需求的季节性 临时性的支付交易需求 所以这种季节性的 临时性的属于一种正常波动 如果是属于非正常波动 那就不属于支付性筹资动机 而且这种支付性筹资动机 既然是为了应对季节性 临时性的 那它一定属于临时性的筹资动机 比如下面举的几个例子 原材料购买的大额支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员工工资的集中发放 第三个银行借款的偿还 第四个股东股利的发放 那么在这里尤其第二个 大家要注意有一个集中 如果员工工资是每个月正常发放的 那么它就不属于支付性筹资动机 因为集中发放 这个属于波动量比较大的 需要资金额度比较大 第三个扩张性筹资动机 企业因为扩大进行规模 或者为了满足对外投资需要而产生的筹资动机 扩张性筹资动机 它不仅仅改变了企业的资产规模 而且它也改变了企业的资本结构 第四个调整性筹资动机 企业因为调整资本结构而产生的投机动筹资动机 这种调整资本结构 调整的是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这两个资本结构 原因包括第一个优化资本结构 合理利用财务杠杆效应 第二个偿还到期债务 债务结构进行内部调整 那么这个是第二个 而且这个债务结构 比如说借长期还短期 借新债还旧债 这两句话的意思有点类似于拆东墙 护西墙 需要注意的两个点 第一个为了维持目标资本结构进行筹资 也是属于调整性筹资动机 因为是为了维持目标资本结构保持不变 而调整性筹资动机就是为了调整资本结构的 第二个注意 这种筹资通常不会增加企业的资本总额 只会改变资本结构 第五个混合性筹资动机 兼具扩张性筹资动机和调整性筹资动机的特性 这是第一个筹资动机 我们来看一下单选题 当一些债务即将到期时 企业虽然有足够的偿债能力 但是为了保持现有的资本结构 仍然举新债 还旧债这种筹资动机 在这个题上 我们要抓住关键词 保持现有资本结构 那么这样子的筹资动机 其实就是调整性筹资动机 这是刚才说过 一定要学会记住关键词 所以这个题选择的力 第二个筹资管理的内容 筹资管理的内容之一 筹多少钱 筹多少钱 这个就涉及到合理科学的预计资金的需要用量 第二个筹钱 我要从哪种哪些地方筹 所以这个涉及到合理安排筹资渠道和筹资方式的问题 筹资渠道分为直接筹资渠道和间接筹资渠道 直接筹资渠道 比如说发行股票 发行债券等等 间接筹资分为银行借款和融资租资 这两种形式 其实直接和间接 它们的区别就是 我把钱直接拿来购买东西 还是我把钱通过中间的某个对应商 接接中间的某个人或者说公司来进行一个筹资 有中间人作为衔接 第二个筹资方式分为内部筹资和外部筹资 内部筹资我们一般只有一种形式 那就是留存利润留存方式 第二个外部筹资 外部筹资 股权筹资 债务筹资都属于外部筹资 第三个 需要注意 需要注意 要降低资本成本控制财务风险 而降低资本成本和控制财务风险这两个里面 它们这两个是呈反比例变化关系的 也就是资本成本和筹资风险呈反向变化 关于这一句话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两个结论 债对股 债指的是债务 股对对的是股权股本 资本成本与筹资风险数大数小的问题 第一个结论 债务资本成本小于股权资本成本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来看一下下面 债务筹资它有稳定的利息收益 而且一般都是根据面值来计算的是固定的 股权由于股市波动比较大 风险也就比较大 所以股东要求的回报率高于债权人 所以站在筹资人的角度 股东借钱的成本比债权人借钱的成本就要高 因为风险大 你要求的回报就高 要求的回报高 对应的筹资人的筹资的成本就比较高 这是第一个结论 第二个结论 债务筹资的财务风险大于股权筹资的财务风险 怎么理解 财务风险就是偿债风险 这句话一定要牢牢的记住 因为在后面学习过程中 我们经常会说财务风险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就是偿债的风险 对于企业的债务而言 你欠债还钱 这是天惊地义的事 但是对于股权筹资就不一样了 股权是属于股东的一种权利 而且是长期性的 所以企业没有还本付息的财务压力 关于这两个结论 希望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因为这两个结论 奠定了你在后面学习的时候 能否理解相应的知识点 来看段题 相对于股权筹资 股权相对于债权筹资 股权筹资的成本较低 财务风险较高 看一下 这个是很明显错误的 股权筹资的成本相反而来说是高的 财务风险是较低的 股权筹资成本较高 是因为股市波动太大了 所以要求的回报率高 财务风险低 因为它不需要还本付息 这是债务的特点 所以是比较低的 这个题一定是错误的 第三个 财权筹资的分类 筹资的分类 它分为几种形式 第一个 根据取得资金的权益特性不同 分为股权筹资 债务筹资和衍生工具筹资 首先看股权筹资 股权股权 那么它的方式是三种 第一个吸收直接投资 吸收直接投资 形成的是公司的实收资本和资本攻击 而吸收直接投资 其实一般针对的是有限责任公司 如果是五份有限公司 它这个就属于发行股票 发行股票对于公司来说 形成的是股本和资本攻击 第三个 内部积累或者叫做内部留存收益 股权筹资的特点 形成的是所有者权益 而且是一种永久性的资本 财务风险小 资本成本高 第二个 债务筹资 债务筹资就是借款 向金融机构借款 发行债券 融资租资 特征形成的是一种负债 到期还本付息 债权人对企业经营状况 不承担责任 因为只需要 我需要了解他的债务情况就行了 财务风险较大 资本成本较低 第三个 衍生工具筹资 比如可转换债券 任股权证等等 这两种类型 它都具有股权和债务的特性 我们在后续也会给大家讲到 这是第一个分类 第二个分类 是否借助金融的特性 分为直接筹资和间接筹资 关于这里的直接筹资和间接筹资 很多人都会理解错误 那你就直接想 这样子想 直接和间接 也就是来区分 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个接刹人 中间人 那在下面这个图上 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筹资 就是资金所有者 把资金的使用权让渡给公司 那公司就可以从资金所有者 这里筹集到合理的资金 这就是双方的直接对接 间接筹资 资金所有者把资金的使用权 让渡给某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把这些资金所有者的资金 融合起来 形成资金池以后 然后再将它让渡给某个公司使用 所以说公司筹资 实际上是从金融机构筹资的 而金融机构集合这些钱 又相当于是从资金所有者这里来筹资的 总体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两个之间区别 就像前面所说的 有没有中间的这一个连接人 这是第二个直接筹资 直接筹资 都是有接收直接投资 发行股票 发行债券等等 特征 可以筹集股权资金或者债务资金 手续复杂 筹资费用比较高 筹资领域广阔 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自信度 因为如果通过发行股票和发行债券 这种形式来进行筹资的话 那说明企业也是有一定的实力的 有实力的企业 一般知名度和自信度也不会太差 也就是有利于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和自信度 第二种间接筹资 间接筹资方式一般只有两种 第一个是银行借款 第二个是融资租赁 这种间接筹资方式形成的是债务型的资金 间接筹资优点也很明显 手续简单 筹资效率高 不需要通过各种各种什么发行公司啊 等等来进行发行 筹资费用也比较低 但是它容易受到金融政策的制约和影响 第三种分类方式 资金的来源不同分为内部和外部筹资 所谓的内部筹资一般只有一种 那就是通过留存收益来进行筹资 筹资额取决于企业的可分配利润和股利分配政策 无筹资费用 因为相当于是内部的一种变化 从留存收益转换为另外一种形式 第二个外部筹资 发行股票 发行债券 取得商业信用 向银行借款 以及取得投资者投入的资金 这些都是属于外部筹资 既然属于外部筹资对外的 所以就存在筹资费用 而且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的企业 内部筹资金是有限的 因为它的内部留存收益是比较少的 所以需要广泛开展外部筹资 根据所筹集资金的使用期限不同 分为长期筹资和短期筹资 长期筹资包括吸收直接筹资 发行股票 发行债券 长期借款 收入资租资 长期筹资 它形成的是长期负债 或者股东权业 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 主要用于形成和更新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能力 或者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 或者为对外投资筹集资金 短期筹资的方式 主要是利用商业信用 短期借款 应收账款 又叫保理业务等等 而短期筹资一般形成的是流动负债 期限在一年以内 主要用于企业的流动资产和资金日常周转 所以长短期 他们各自筹集来的资金用途是不一样的 来看一下多选题 在各项中属于直接筹资的有 A 银行借款 B 发行债券 C 发行股票 D 融资租利 首先能够明确的知道发行债券和发行股票 肯定是属于直接筹资 银行借款和融资租资 都是通过中间商来进行筹资的 银行借款 那你借到的款虽然是从银行借的 但是银行的钱从哪里来 是从储户那里来的 所以A和D是不选择 这个题选择B C 单选题 在那个项中 既可以作为长期筹资方式 又可以作为短期筹资方式的事 A 发行可转换债券 B 发行普通股 C 银行借款 D 融资租利 我们在前面说过 债券普通股以及融资租利 一般来说都是大于一年的属于长期性的筹资 形成的是长期的来源 只有银行借款 我可以向银行借短期的借款 一个月归款 三个月归款 也可以向银行借一笔长期的借款 这个题选择的是C 判断题 今天在初创期通常采用外部筹资 而在成长期通常采用内部筹资 错误 初创期采用外部筹资 因为它几乎没有留存收益 成长期 你竟然在成长阶段 留存收益对于你来说是完全不够的 所以成长期也一般需要通过外部筹资来进行融资 那这个题选择是错误的 欢迎点赞 评论 转发支持